生肖蛇说话办事有头脑,做人也聪明,生肖蛇女可以说是比较聪明,也是很走心的,在生活当中,事业当中的鼠蛇女很会来事儿,鼠蛇女比较傲娇,但是内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,与她们相处,你必须得拿出真诚,不要心里藏小心眼,一旦被她们发现,那你们之间就很难再相处下去。 她们天生口才很好,伶牙俐齿,能说会道。真的就是与生俱来的智商在线,头脑聪明,鼠蛇女善于观察环境,洞悉人心。 很在乎细节的她们很少受骗,这不仅仅是靠大脑,还有她们的洞察力,鼠蛇女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判别出事情的对错,所以你千万别想骗过鼠蛇的女生。 鼠蛇女属于五行火旺的命格,天生财运旺盛,福运不断。 再加上鼠蛇女有头脑,聪明机智,性格开朗,总是一副精力充沛,正能量满满的样子。 也正因此,鼠蛇女的人缘非常不错,贵人缘也较为顺畅,总能得到好友以及贵人的提携和指点。 再加上自己思路清晰的分析能力,总是能够轻易地分辨出事情,很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变化,所以她们总是能够在事情发生改变之前,就做出最正确的选择。 鼠蛇女不仅颜值高,更胜在气势好,有内涵有智慧。 鼠蛇女为人,天生就是机智有头脑,想要在她们身上捞到任何好处的话,劝你还是别想了。 她们的洞察力很强,只要对方动一动手指,鼠蛇女就知道对方接下来想要做什么,但是她们也不会当场戳破你,因为她们早已经有所准备。 真正生活过的滋润的人,往往就是鼠蛇女她们这种不逞强,不暴露自己头脑聪明的人。 但不可否认是她们随机应变的能力很强,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很强,她们对自己的要求很高,从来都不允许自己比别人差,可以说是十二生肖当中最聪明伶俐的人了。 她们的谈吐与见识都高于一般人,所以在她们能在众多的女性中脱颖而出,让人一眼难忘,甚至是一见钟情。 而且,鼠蛇女她们还识大体,懂得照顾他人的面子,所以她们可以获得很多人的喜爱。 鼠蛇女头脑聪明,反应灵敏,往往能够看准形式变化,然后做出最正确的选择。 所以,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喜欢鼠蛇女,更愿意有一个鼠蛇女当知心朋友。 她们无疑是温和善解人意的,鼠蛇女平和的性格不争不强,非常招人喜爱,因此在最受欢迎的生肖女当中,鼠蛇女一直都名列前茅。 老师在这里,特别提醒生肖蛇的朋友,其实生肖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老师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生肖蛇的朋友,能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北宋的沈阔在《梦西笔潭》《项树》中写道,小则人之重疾,亦随气运胜衰。 大致意思是,小到人之疾病,大到世道的窟窿兴衰都会随着气运的改变而发生变化。 气运便是一个人,一个家庭,乃至一个世界的发展周期规律。 所谓的发展周期,其实很好理解。 春天的时候,万物复苏,一切都处于萌芽状态。 到了夏天,茂盛到了极致。 而到了秋天,万物开始凋零。 寒冬将至,一切都被冰雪掩盖。 也就是说,萌芽、发展、衰退以及消亡便是一个发展的周期。 等萧王到了一定的程度,又开始萌芽,周而复始,生生不息。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,如果我们的一举一动都符合自然的规律, 那我们的气运多半会比较昌盛,不会差到哪里去。 宁若长久,气运加深。 有幸碰到这几种气运,那我们将服录双全。 一,碰到不富不穷,趋向平衡的气运。 到底是大富大贵比较好呢,还是贫穷比较好呢? 其实,都不好。 大富大贵到了一定的程度,如果我们镇不住这些钱财,就会惹来杀身之祸。 贫穷,那更是人生之悲剧,会让人一生受苦。 人,不富也不穷,那就是最好的状态。 首先,别人不会针对你,也不会把你当成敌人。 其次,日子过得舒服,没啥压力,人们也不用到处奔波。 有一位名人说过,活在适可而止的日子里面, 才是你我这些血肉之躯的普通人最舒心的幸福。 幸福,离我们并不遥远,只要我们控制一下欲望,同时加把劲,就能拥有了。 只不过,如果我们想有钱有势,去到更高的位置,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 普通人,只要身处于平衡的环境当中,不走极端,那浮禄兽就会来到我们的身边。 二,碰到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气运,有道是车到山前必有路,船到桥头自然之。 一条船,只要到了岸边,就有停靠的地方。 一辆车,只要到了山脚,就能找到上去的道路。 因为天无绝人之路,只要走下去,活路就会出现。 在这个复杂的世道当中混生活,最大的凭借就是希望。 有希望,万事万物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。 而没有希望,哪怕前路繁花似锦,也跟我们无关。 现代人,多了一些力气,也多了一些消极,而少了对于生活的希望。 如此下去,别说福报会远离他们。 就连他们的气运,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 一个学生,看到困难的题目,就不去做,连想都不想。 成绩怎么可能会好? 一个想赚钱的人,遇到了难关就放弃,怎么可能赚得到钱财呢? 生而为人,不要总是抱怨生活太难。 有些时候,也许不是生活太难,而是我们失去了希望,看不到黑暗背后的曙光。 如此而已。 三,碰到人间烟火的气运。 很喜欢这么一个词,人间烟火气。 在一个家庭当中,厨房有人在做饭,客厅有孩子在玩耍, 夫妻俩呵呵慕慕,没有吵架,也没有矛盾,特别温馨。 这,便是人间烟火气。 过年的时候,我们回到老家,看到逐渐老去的父母,跟一众亲人同桌吃饭。 你说几句,我说几句,他也说几句,反正一家人团团圆圆。 这,便是人间烟火气。 走在大城市的街头,发现每家每户都和谐美满,路上的行人都急着回家,坐在大排档的人们有说有笑。 这,也是人间烟火气。 年少之时,不知道人间烟火是什么,总觉得家庭不好。 后来,才明白了一个道理,一家人整整齐齐在一起,那就是最大的幸福了。 对于生活,不要有太多的要求。 家中有人,眼中有光,桌上有菜,下雨有伞,寒冬有衣,温情默默,携手同行,才是人间值得。 四,碰到平淡而又朴素的气韵。 老子认为,反扑归真,简单朴素,才是一个人最高级的境界。 反扑归真,就是说一个人从复杂变得简单,内心从杂念从生,变得洗尽千华。 就像绚烂的烟火,升到了夜空,便突然绽放,然后就消失了踪影。 这世间的万事万物,到最后,都会归于平淡。 我们总是看不起平淡,看不起平凡,认为这就是庸庸碌碌,毫无作为的意思。 殊不知,真正的平淡,是对于大千世界的接纳。 世界如何,我们无法改变,就不要想太多,当然接受就好。 不见得我们胡思乱想了,这个世界就会改变什么? 要知道,这个地球,不论离开了谁,都会继续转动。 现实如何,顺其自然就好。 它变得怎么样,是大势所趋的事。 而我们怎么活,则要看我们自己的选择。 简单点做人,断舍离自己的杂念,就证明我们活明白了。 所谓衣食无亏便好修,人生再事已浮游。 平凡安然地度过这一生,恰好。 以上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